车辆执行中突然后方轿车撞上前车车尾 两车马上停在路中央 接着双方驾驶下车一起走到两车中央处 查看查状的情形 警方调查台中天津路上这起纠纷 意思就是因为查状才会引发双方起肢体冲突 不过目击民众可不这么认为 没有人敢去那个啦 那个看太凶狠 就觉得一般的停车纠纷应该不至于这样 都没有住手喔 而且他我们一直喊说警察来了 他也没在怕 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严重 有点寻仇的成分 回响事发过程都会后怕 目击民众表示 打人的三名男子是往死里打 就像是有身仇大亨一般 就连隔天现场地面都还留有血迹 跟狼牙棒尖刺残骸 还有无辜汽机车因此毁损 尽管打人的三名嫌犯 加上被害人公称互不认识 但只是因为小擦撞就当街打人 不少人质疑难道是马杀恶霸实践重演吗 超恐怖 我们这里的人都吓到了 我们同事吓到去厕所吐 这专业的很专业喔 看到警察一靠近 全部几乎都蹲在地上 根据了解 打人的三名嫌犯都只有20岁出头 年纪轻轻就都有赌博 妨害秩序等千颗记录 这次当街打人 统统遭到警方移送法班 被害驾驶目前正在医院治疗当中 警方也怀疑这并非单纯的查长冲突 要调查这三名恶煞 是否是制造假车祸 趁机打人 TVBS新闻苏坦 廖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